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重啊 放得 预防工作做一些比较好的关系 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有5千 大家好,我是K 今天就在家装电 本身那个电箱100M就不够 所以要升级,升级到200M 今天我就邀请了我的朋友 Sean,Hello 这个非常之有经验的电工 做了十几年 那今天呢,其实还没安装电箱 今天就是做了一条Mask 做了一条铁,不是铁 金属那条,什么材料啊 不锈钢 不锈钢 整条十多尺的不锈钢上去 好像那个屋一样 这个 冻枝上去 因为呢,现在的标准呢 放在屋帖下面呢 即是沦在屋帖下面呢 就太矮了 那现在标准要做高一点 横跨一个马路 就在对面的电灯柱那里 所以比较远 那标准呢 那标准呢 就要地面以上 五米半 那比正常再要高一米的 那所以呢,要动一枝不锈钢 就令到那条电线呢 可以浪高一点 走遮啊那些呢 就可以通过了 那因为以前的标准是低一点的 真的不用那么高的 但现在呢,就要做高一点的 那那支东西呢 要搬下来 马住一幅墙 那进来吧 那幅墙呢 那已经开了一个洞了 那要藏一条木头 接着,受力 接着抓住它 用三个马呢 马住它 马住那粒铁 那呢 他一开了一个洞了 现在在这里穿了一个洞 接着,就穿到屋前和屋前 上面呢,有一只猫头鹰的 猫头鹰是假的 之前打算拿来吓烏鸭的 但谁知道 吓了两天 那些烏鸭都 不是很害怕 所以没什么用 我刚才呢 就要负责里面的 那我里面呢 就割了一个洞 那现在呢 就要上实 这一棵木 就让它拿来固定那棵柱 那是否撞木头 无理 因为碰了一下 下面的猫头鹰 好,我看看有个 有一扇 有一千多厚 它碰了多少个猫头 对啊 这个就要给点耐性 经常你屋顶要不吃饭 要不吃饭 要怎么吃饭 要放胃啊 哦,是的 整成好像今天比较危险 整成厢,我们要绑个 你有沒有 固定的 有啊 車那裡有很多的 現在來車那些 全部都是電工的工具 材料 有很多工具 這裡不算多了 很精緻喔 喔是呀 剛剛要兩個人配合 鬆一下錶箱 然後把錶箱放進去 上四個錶箱 一個人抓住它 不要讓它掉下來 一個人要在屋頂 其實一個人在屋頂最好 一個屋頂抓住那條東西 很重 屋頂站比較好 抓住它 這條嗎 然後我上了錶箱 線已經穿好了 對 穿好了 一穿上去就是了 這條東西很重 你不可以待會再穿線嗎 穿了好整一點 待會很難穿 對 你先把線交出來 這是關鍵時候 要不要多 我放肆一下 很重啊 你站上去吧 你拿著先 頂住先 不要動 可以嗎 好重啊 你自己一個人怎麼裝 再高一點 好 就這樣 拿著先 不要動 可以嗎 可以 向下 向下放 向下放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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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 等一下 OK 停在這裡 不要動 可以嗎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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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矮一點 矮一點 什麼 OK 別動 別動 再撐一會 撐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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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多一會 撐多一會 撐多十秒 可以 放啊 放手 好似以前 操斑 撐多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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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還可以嗎 哈哈 有日環 撐很厚 撐很厚 好像切菜一樣 對 削鐵圓 不是的 這個 你平時用來切什麼 一切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 挺粗的 屎油最粗 沒有 切過兩三寸 切粗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給油 給油 讓它降溫 鋸片不太貴 鋸片二十零元 鋸到多久 一條片 一條片用很久 如果你不是經常鋸 那些很厚 很新的鐵 你會用很久 你經常鋸東西嗎 買一把這麼厲害 哦 是啊 這把鋸一來靜 二來鋸得很漂亮 收得很漂亮 它有夠力 這些不會像關達鋸完 是啊 鋸完之後 你的東西不能用 這個浪文你要鋸得很漂亮 你才拿回去 不是你的東西不能用 一會兒就用這三條東西 固定 馬死那條 兩百元的姿勢 這把鋸要多少錢 四百多價錢 差不多 都貴 這條木頭固定了兩邊的柱 這條木頭 我的螺絲不是這樣穿 我在外面 外面的窗台 直接轉入一點 穿過來 就在這裡 會直接一點 不然你打質 力度不夠 這樣就好了 可以嗎 多麼 這樣就好 好 這個鋸要賣 好 不然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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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東西真是慢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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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很粗 這條線高嗎? 250M-CM 我們叫做 M-CM是甚麼意思? 是美國的一個線的尺寸代號 250M-CM? 是,250M-CM 那我以前家的那些呢? 那些可能是2號線 差那麼遠,250M-CM-CM 這些屬於幾號? 嘩,這個很專業的,解釋你可能聽不懂 說來聽聽 一個一匹鋪那麼長 一般我們從二十多層開始 就是因為最小的網線 22號到24號 你說這個250M-CM? 250M-CM,因為它們上到22號、24號 一直上到1號、2號之後 就不會再有0點幾 就可以開始變成下一個 next step 開始要越來越大 開始跳得越來越多 正常我們家是14號 對,家家用的那些是14號線 那裡只有一家華人HKits 那裡叫做American Gauge AWG 是的 是, romgard250M-CM-CM-A uh,即是0一個標準 是, foi إن吶 Another標準 現在真的已經開始有幾個特別的 叫做 3 Tom red train 31-0 嗯 下一個 然後只有21 onto Mary 21-0 有一特寶 再到250 哦 250之後 再繼續往上 就有500M-CM 我們都經常使用 The Primusus 甚至是750 這些是更粗的 一般我們很少用 即是我以前那條只有二號 即是以前家裡的 是的 一般是二號 那這條粗很多 而且那條是鋁線 所以粗一點 是的 以前家裡很多都是鋁線入 但也有很多是鋁線入 鋁線 以金屬來說 鋁線的導電會比鋁線好 導電性能比鋁線好 但是鋁線有很多優點 一例它比較便宜 便宜多少倍 便宜起碼三倍 便宜過很多 然後呢 算是比較貴價的金屬 第二個它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它比較輕身 容易操作 我們做事拉線都比較輕身 比較好做事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人手做的 再有一個 就是它比較容易變形 比較容易屈 但是同樣粗度的鋁線 很硬 像是鋼纜的 很硬 因為鋁是很硬的 所以會很難 所以就用鋁線 對 很難歪線 很難操作 那你知不知道它重幾倍 如果同一個粗度 都重一倍以上 最少一倍以上 嘩 鋁線輕很多 如果鋁線加起來 起碼有四五十磅 嘩 但是鋁線就輕了 鋁線可能十多磅 難怪這麼喜歡用鋁線 對 但為什麼有時候說鋁線又不補? 是的 家裡的鋁線 經常我們周時的朋友都說 鋁線 一個保險公司一聽見 鋁線 叫紋鋁色變 為什麼 我又很害怕 不買保險給你 為什麼 因為鋁線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它容易氧化 它容易氧化之後 譬如說我這條鋁線 上死了在這裏之後 我這條鋁線死了之後 如果我不加這隻叫做氧化劑 它就很容易氧化 這些黑色的液體 很容易氧化之後 氧化會變得有一個叫co-flow co-flow之後 它會鬆了 變成那個東西不再緊 原先我可以保險到它很緊 但是它氧化之後 它會鬆了 所以如果你不放氧化劑的話 鬆了便危險 變成Pool Connection 一大有Pool Connection 一大有Pool Connection 便有Arking Arking便開始過熱 可以著火 可以溶 因為所有Connection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拎到這麼緊 為什麼要上鍋 一定要緊 不緊的話接觸面要多 接觸不良 我們通俗一點說 接觸不良有很多問題 所以本公司就害怕 對 因為家裡不會塗這些氧化劑 對 對 因為以前他們做下去 那些是沒有落到這些 所以本公司又不是說 你一定是鋁線不行 但你如果是要用到鋁線 那你就要請專業的人士 去做這些 預防工作 做一些比較好的Problem Connection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有Fire Pass 線最好不要介損 特別是橫跨這個斷面 這個就沒有所謂 一旦損了就影響它的鍊鍊 高壓就不同 高壓就要更加嚴格的要求 我們家裡的最高240 對 對 你不戴手套的做事 因為我們現在做了接線的步驟 很精細一點 我拍片我也戴手套 對 戴手套有時候 沒有做得這麼精細 有沒有說上到多少力度 多少牛燈米 有一個Torque Range 一般我們這些Residential 沒有要求到這麼嚴格 但我們都可以用Torque Range 來設定一個標準的力度 那個叫做扭力 如果是比較精細的 有要求 它會有Torque 告訴你 要用多少Torque 很明顯這裡沒有 我們都沒有Reference 都是手領的 其實這個它外面會安裝的標 是呀 標會安裝在這裡 標是你買還是他買 標是屬於BCI做的 不是我們買的 但抗氧化劑是否導電 抗氧化劑 導電 它不會影響它的導電 它不會絕遠 所以它可以用在這些電線裡面 把它均勻地塗在線的表面 塗在這兩條 塗在這兩條 沒有了 沒有支線的 駁去Panel那裡是用什麼線 都是鋁線 都是鋁線 對 一般我們說的Feeder 就是給電 給電 我們會用鋁線 裡面的Branche circuit 我們不會再用鋁線 那銅線就不會氧化的 對 黑色這兩條是有電的 對 這兩個是火線 這兩個是零線 OK 白色有Nutro 對 會縮水嗎 這麼有趣 對 會鬆 領10就行 定時領10 但是有電 有電的 有電的 這裏長期帶電的 大哥 你是來電燒 燒雞翼 燒雞翼 這裏一窩之後 不應該再打開了 沒得打開了 沒得打開 而且你都沒權打開 因為這裏是屬於BCI做的 其實我們每次開開都要 支揮供電局申請 正常來說是他們才可以開開 那擠多一點 那又不是越多越好的 均勻一籌行白駁地都可以 不是說淺 越多越好 多一點就確保它 縮蓋到 越緊越好 對嗎 那又不是 又不是嗎 你緊就行了 有時候沒有用力過頭 因為這些東西 鋁線 你都知道 它比較軟 比較軟 再扁 它會扁 會斷 零線 我們叫做neutral 通常我們會貼白鋼布在這裡 我們叫做identify conduct 你貼來的 對 就是要標清它 它這條是neutral 火線 我們這裏house 是住宅的 是single phase 就是單箱電 不需要再標顏色 黑色就沒問題 哦那是 兩條有電 如果是三箱電 我們會有顏色分的 紅、黑、藍 哦 水順著線之後 會滴出來 這個叫drip loop 就不會順著流進去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樣的 線都不可以指高的 你不可以指成這樣 那水就順著線流進去 那我一邊打直不行嗎 那我沒那麼美觀 別人的線過來 容易操作 不會撕魚了吧 怎樣撕都撕不回去了 除非你拿水龍後座 對 我們一個月都用多少卷這些黑色膠紙 哦是呀 這個是我們電工第一件工具 你一個月用多少卷 一個月起碼用五、六卷 五、六卷 我一卷都用一整年 這個輪是有什麼作用呢 鑽吧 那這是陶瓷 陶瓷 是呀 這是陶瓷 不是膠嗎 不是膠 這是陶瓷 很標準的 是陶瓷 這個陶瓷 不是膠 陶瓷才耐用 一直都不會壞 那也是 就像瓷磚一樣 所以它就扯在這裡 那這條線怎麼損 釣它接觸都不會 不會導電 因為這個整個金屬是導電的 嗯 那三條線就扯在這裡 不是 它三條線進來之後 你見不見它有條是沒有皮的 是像瓷瓦 有條好像瓷瓦 沒有皮的 那條其實就是零線來的 當瓷瓦用 是呀 可以當瓷瓦用 是呀 就是這裡 是呀 白色那條 就鋪在這裡 是呀 它會把那條鋁線鬆出來 鋁線就鋪在這裡 當瓷瓦用 中間那條鋼絲 那條心 食力那條 就會扯回到這裡 用來做力 這樣就釣住 那些理論我們都知道的 我們BCRD上課的時候 有這個概念 有這個學的 BCRD嗎 是呀 那時候上了幾年了 課堂時間兩年 實習呢 實習了有沒有五年 實習連課堂五年 那你 算快 已經最快了 如果你中間休息 放假多 那些就沒有那麼快了 是儲宗的 儲多少個小時 五千個小時 我以前在北美的Union 是七千個小時 七千二百個小時 嘩 所以練習到一身很無功 對 從這裡開始鋪 到這裡 不超過五尺 我們就不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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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放下 標準一點 是放短一點 這樣 30度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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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 防流電嗎 對 很快 會生手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兩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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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標準來的 標準來的 看著頭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就把新的電線 在對面抖過去 十分鐘就把新的電線在對面抖過去 準備拉一條新的電線 這個就是新的電錶 舊的就是這裡 這個是舊的 遲些這個舊的就會拆掉 新的Panel就會裝在這門裡面 這個門框是我自己做的 變成一個室內的環境 放Panel在裡面 加個鎖 我剛剛拆了這門 方便做事 以前舊的Panel 就在室內 舊的Panel就在這裡 電工師傅 阿桑 就在拆了舊的 拆完之後 舊的線 就會駁回到新的那裡 那我們來看看BCI做的工作 他們的責任就是 負責屋外面的電線 的接駁 他們有兩個人來 拿著一架有升降台的車 一個人就用升降台在電塔那邊 另一個人就在我家的屋頂 他們的工作首先就是 先斷了電線 斷了電 之後就會拉一條新的電線 看見到電塔的工人 就在收緊那條電線 拉回相對的高度 中間在地下那條 其實就是 舊的電線 它已經斷了 那約BCI做的方面 就由電工去負責 電工會幫我們約BCI做 和付錢 全部都是他去做的 這方面的程序 那我們只是 對接電工的方面 可以的 那現在已經差不多拉好了 他們很快 我想十分鐘左右 就已經做好了 那等我們做好 就會通知他回來接電 現在就看到 屋頂的工人 就把那個接駁口 就用電線膠布 包住 接駁好就收隊了 這個時間就會停電了 停電的期間 我們就負責 接駁Panel的電線 而舊的電線 都是他們負責收的 因為是屬於他們的財物 這個就是舊的Panel 已經拆了電線 那舊的電線 就會接駁回到外面 就外面的新的Panel 那他剛剛 就用了十分鐘左右 我想十分鐘 就把新的電線 從對面拉過來 阿SON現在就已經 準備好新的電箱 就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那舊的電錶已經拆掉了 那我除了安裝電箱之外 我還安裝了兩個充電器 即是電車充電器 那順便安裝了 因為現在有一個 VSIZO有一個 350元的優惠 那順便呢 我一次安裝了兩個 都可以為房屋 增值 對 一個已經安裝好了 一個在那邊 一個在這邊 我現在沒有什麼做 順便封在這邊 因為這邊 我經常看到旁邊的房子 旁邊的房子很吵 很多人 經常在這裡聊天 我覺得沒有什麼 隱私的 一直吵到我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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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 可以釘在上面 做一個屏風 可能聽到 但看不到 我覺得舒服一點 在這裡做東西 的時候 每一塊就這樣扣著 扣著之後 你看到 快點看下去 不像是兩塊扣著 黏著 美觀 我今天出去開工 我今天把全日的行程 排滿了 現在很早 八點多 我今天八點多起床 洗澡洗頭 我本來想 你說八點鐘斷電 我想八點前 開始洗澡 最重要的不是 是吹頭 幸好你們不是正八點鐘斷電 我待會去幾個旅程 今天全日排滿了 今晚我們再出去吃飯 我們不如分享一下老冰花 自從去完這個冰島旅遊 我就很喜歡老冰花 我們就種了那些老冰花 其實原本最原本的種法 我老公 是把老冰花分開一棵 因為他會長得很大 我老爸有一天太空過來 他說想種豆 然後就把老冰花移到一堆 這裡種豆 但是現在一棵豆都沒有 我的老冰花變成這樣 這些就是豆 對 但是他種了一棵 不是 種了很多棵 死剩一棵 死剩一棵 之後我的老冰花又被他弄成這樣 弄成一堆 現在不知想怎樣 那些就是 雕謝了有屈禁香 用微處理 這個電箱 阿桑就收了3,800元 BCI做了1,000元 加上4,800元 還要拉上兩個充電器 如果兩個的話 大概1,000元鬆一點 那他一日計用5,000元 就做完所有事情 但是當然我都要幫忙 就是我都要幫忙 遮一下東西 拔一下東西 有一張三條線 連接電錶 和電錶 因為那些線很粗 要屈過去 因為90度都不容易 我遮第二條 嘩 看著頭 這條線很硬 穿一條線要兩個人穿 今天我可以不用幫忙 多一個人 其實這些線呢 這麼粗呢 它是預多了幾多的 沒有預多了幾多的 是嗎 對 不過它是 最高電流量的時候 它不會太熱 它會有鬆動的 很明顯你看到 BCHIDER的線 是有過我們的線很多的 是喔 是嗎 它們有它們自己的標準 那它們很明顯 就沒有我們要求這麼高 它們有一點點 Heat Loss 它都不太熱 Heat Loss 什麼意思 就是會發熱 發熱之後 電流的線會流通 沒有那麼暢順 就會有一點點 你發熱就變成有Loss 你熱就是要流失 你的能量 就是去了熱能 對 那你用電轉為熱能 如果這條線 用盡它的200M 它會不會發熱呢 都會 都會 它最高可能去到六七十度 但是這條線的Radio 可以去到九十度 可以去到九十度 攝氏 九十度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用盡都是六七十度 對 所以我們的標準會比較好 那你知不知道這些膠 幾度會用嗎 會用嗎 不會用 這隻膠叫做XLPL 它熱就會硬的 哦 黏在線上 它不會那麼容易溶到 不會到九十度就溶到 是受熱之後它會變硬 變硬 反而是 反而是變硬 對 反而是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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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剛剛好 所以要很準 角度的線 怎麼屈屈屈 你一點點都難 你一點點都不能進去 而且你見到它是一扎線的 一旦它鬆開或者是 弯了 你對不到進去 你要換過線 所以這一下就真的很廣告 你不能錯 一錯就沒有了 一錯你要拉過線 這幾條線要有順序 什麼順序 就是哪一條入線 哪一條入後 是嗎 是啊 你入 你如果進這條線 就阻礙你自己的了 哦 是啊 一定要從 你看看這條最裡面 然後它這條 我特意留這個位置給它 如果這個位置 弄得太窄太窄 這條線 待會你又屈不到了 又窄到很厲害 入不到這裡 等薄電了 現在BCR做呢 就回來裝好它的電錶 還有 對面的工人就上去通電 前後我想都是5至10分鐘 OK 那我們搞定了 我們現在做了 HIDRO電進來 過了它的電錶之後 做了LB 放進來這裡 因為K哥仔裏面 沒有什麼空間 所以我們的Panel 新的兩百音Panel 就放在這裡 放在外面 K哥做了一個很漂亮的Close 給它 有請門 然後 另外我們要把200公元的新Panel 除了這個 之外 今天我們做了兩個充電裝 安裝 看到這條線 過了之後 沿著上面走 一直到這邊 我們裝了一個新的Tesla 充電裝在這裡 正常你一個收的人多少錢 如果是這樣 拉快一個 起碼都收到7-8-8 這裡做了一個短的 這裡做了第二個 在這裡 但如果你看不到 有條線 在這樣 overhead 輕過來的 那它一定是 underground service 看你家屋的年份 一般 1985年之後 那些屋 就有很大機會 那條 我們叫做 service duct 是up to size 現在PCI做要求是3吋 DVC 3吋 但是如果一旦你那個 surface pipe 不夠 size 只有兩吋 甚至乎更細 那如果要換了那個 surface ducting 那收費就貴很多了 就要視乎看 要不要戒水泥地 要掘在哪裡 掘多少 掘多少 掘多遠 因為那條線要埋埋成一米 那就要看 即是一米深 一米深 對 費用大概 起碼都要成六七千 那裡 即是六七千起步 對,六七千起步 那些 來吧 你開了機了嗎 開了 喔 先 做什麼 你問一問我 我再檢查一下 一會兒證明到他開機 對,開了 在第二天早上7點多時 我就被拆屋聲吵醒了 那我出去看看 原來我後院 旁邊的房子 就開始拆了 那我馬上拍給大家看看 剛剛推倒的那個 是屋的煙筒 一推就倒 這裡拆屋 一部這些產泥車 就可以把整間屋拆掉 你見到它 是很輕鬆 你見到它 那個吊臂一夾就可以整個屋頂夾起來 那裡面見到一些棉 就是一些角樓的保溫棉 其實這間屋呢 就跟我家屋一樣的 都是 都是那些舊屋 1959年 都六十幾年屋 兩年前就由印度人買了 買完之後 他說會建新屋 那 那 這就開始拆了 其實前幾天呢 都已經見到它 就是在拆裡面的間隔 就是在拆裡面的牆 就是在拆裡面的牆 那些灰板 那些 就是把裡面的東西清空 剩下我 木框 那它最後用這個產泥車呢 就 用一日時間就可以把它拆掉 你看它已經可以把 整間屋的外牆呢 推倒了 我現在就在它後院拍了 它用那個吊臂來插爛槍 插爛的外牆 一盡量把屋子弄碎 看到旁邊有個工人 射就在射在水 盡量減少層暗 但是它自己都沒有帶過 一推就 倒了 旁邊的屋後院鄰居呢 都種了很多植物 有時候都會拿些農藏物給我們 很好的 我住在這間屋後院這裡 然後第二天呢 他就開始 將整間屋 放上車裡 放之前呢 他就會把木頭呢 插碎 就是盡量夾碎 它現在夾的是那個 水泥的樓梯 整塊石屎 夾在一邊 然後進去剷那些 插碎的木 然後就放上這輛車這裡 我想兩輛車 兩輛車以內呢 就可以將這間屋子 運走了 然後 插完木頭之後呢 第二天呢 就把下面的水泥的粉底 夾爛 那它是怎麼夾的呢 它是把整塊夾出來 然後呢 就掉到上高空那裡 扔下來 都幾震撼的 那我扔散那個水泥 就再運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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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